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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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中一的这个经典的认识来讲 或许说明镜与点栏目 而是做爱不得法的时候 男人受的伤比较重 就是女人比较不会做错 在这种感觉 女人比较会做对 而且男人比较会做错 所以到最后女人跟丈夫换跑之后 就觉得今天脸色变得不好 然后丈夫就觉得 啊 要我宠 就是他那个 你就是所谓之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就给了一种感觉 好像女人都在 都在败坏男人的身体来养他自己 其实不是这样子 真的不是这样子 所以男人有一些地方 关键的地方做错了才会这样 那男人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就是性这个东西 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本来 就叫我们吃东西 又让我们活得比较好 对不对 吃好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身体比较健康 那不吃就死了 同样他们性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能够让人健康的方法 问题现在都做错 以至于都不能健康 那做错变得不能健康之后 就会出现下一个问题 就开始 因为中国人嘛 要最小的经典 就是说羊蜜乃固啊 对不对 发展出什么练心练丹的人啊 那发展出来之后呢 就变成练心练丹的那一派思考 要混到我们的养生官里面 就变成说什么 哇 你要保养生理这边 千万不更有方式 一旦破了公司 吃什么不要都没有用 最近有一大堆那个 网路上面那种啊 那种谈到中医不相给建议的时候 就是说 哦 什么比较解决淫乱的事 不可守医 有些没人 他就说 如果你做了之后 你就会身体很差 就好像比压抑幸运 才有不健康的样子 其实很愚蠢 你知道吗 有些人他是压抑了之后 一定在想就长得是 但是非常不健康 那已经趋近于崩溃跟疯狂了 但是还 因为 因为 我们只知道有人 因为性质为而身体也不好 以至于就叫人压力 但是 我这个人是最讨厌代常反应的 就是你血续你就回家睡觉 这是正反应 你不要血续就给我喝冰水 你知道 你做爱的方法不对 弄到身体虚了 你就给我去做对 不是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做爱 但也不会好 我给你讲 代常反应是这个问题 这个 那这个 因为 因为 我们中国人认为是 从国中一般认为 你只要动的那个色情的念头 其实身体就已经等于受了那个损了 所以你中国人然后憋在那边 每天在那边想一些不微博 那个 那个都损多少倍啊 那没有用的啦 可是现在就有人在网络上面 我曾经看到网络上面 有人说 谁在开转服 要给他吃 他生太熟 那他就面试不一样 就在网络上面说 我先进去你们多久 没有怎么样 那现在我是不是 还要继续忍下去 因为那里面有的没的 你知道 我觉得好难看 因为 就整个一群人都疯掉了 那就是一败 那另外一败的疯狂 开始那些男女争夺战 比如说 女的都采牙虎 一样我男人也要采衣服 所以你说 老家修炼 有一些男人 要长很多不同的女人 然后来采衣服 但是神秘病 完全就是做错之后 这个 那就是 这个伟大的天下之道坛 消失1600年之间 发生的事情 就是 一旦正确的方法不存在 一些错误的东西就很多了 那正确的方法要怎么说呢 我们先 拿一个西医的研究来说好了 这件事情 如果能够 用这个角度来说 会比较好 就是 西医的研究是这样子 他说 人类的神经 有分成交感神经 跟负交感神经 那 西医发现呢 人 如果交感神经 过度亢奋的话 就需要一些方法 让负交感神经也舒展 才来 让交感神经才能平静下来 这可能大家 静商教育 都有国家的影响 对不对 听说过 那 人的交感神经 在什么时候 会被刺激的 很亢奋呢 就是当一个人 想要多拥有一些的时候 跟一个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那 人的 负交感神经 要怎么样可以促展呢 那就是 最快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Sex 就是 做爱这些事情 最能够伸展负交感神经 其次是睡觉跟吃甜食 吃蛋糕吃到饱 吃到脑部分泌 麻痹的时候也可以 最失恋的地方 是甜食 吃到脑部分泌 跟腦筹的时候 人家可以一样的紧张 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Sex 是人类天然来讲 对于 舒展负交感神经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当你有了 交感神经的 紧张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工作场合 跟人家勾亲斗脚啦 比如说 甚至有些人 他们做一些创作型的工作 也会这样的 比如說你一直在完成一個大作 就是很亢奮 當一個成年人 在這一方面 動到交感神經的時候 或者說 你其實動到一個交感神經 真的很容易 比如說你是一個 你知道誰誰誰 知道你一個弱點 你跟他處在同一個房間 你一直怕他會講出來 那這段時間你一直在提防 那你也在動交感神經 對不對 或者說你知道哪根 人家裡面哪根 嘴巴很糟糕 然後你自己去拿我 接著你今天再開始吃飯 觀眾 希望他不要講 你很小心的話 就很煩 那會動到交感神經 那當我們這些交感神經 這樣累積了這些緊張以後 你就需要去伸展 你的副交感神經 來平衡他 那這個時候 以人類的身體來講 最簡單的就是性 就是這個事情的需求 會叫性 那如果你要讓性的欲望不大的話 基本上你人生要看開一點 就是你如果不再跟人家勾心鬥交 沒有再動這個佔有的思念 跟防備的思念 那你就不太容易有心理 那如果已經動了這些念頭 你硬要自己沒有心理 這樣就有辦法 就是一個敲敲反的問題 那還有一件 我們剛才講到震盪的時候會講 如果你是一個在異道的追尋過程 很習慣於要贏自己的人 心率會很小 因為贏自己這件事情 不會動到交感神經 這樣子的心率會小 所以有人他們說 做一種修行制的心率會小 那有可能 但那個修行制他果然是在做的 贏自己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心理道是自己的 能夠有進步 為什麼叫做贏自己 就是功力不斷在增長 如果你沒有做到贏自己 實在贏別人的話 那你會動到交感神經 心率就會不會消失 那麼 所以呢 以人類來講的話 既然 你要用性 來讓這個 副交感神經得到伸展 讓你的陰陽能夠平衡 就真的是陰陽平衡 不然它的人會偏掉 會翻掉 體質會壞掉 當然陰陽要平衡的話 是不是 因為女生比較沒有問題 男生比較容易 是不是 照理說 你需要在你的 做愛的過程裡面 不要動到交感神經 來的對面 是不是這樣子 那 在座各位男同學 我也不敢正面看著你們說什麼 不是 現在的男人做愛真的不動交感神經 現在的男人做愛真的不動交感神經 所以你說做愛是不動交感神經的事情 對不對 這樣才能夠疏解這個情緒啊 問題是現在的男人啊 個性都已經滅有區了 做愛的時候會動交感神經 什麼叫動交感神經啊 就做愛人留在床 我不會表現得不夠好 對方我會不會滿意 那這樣子的心情 不就動交交感神經了嗎 甚至因為害怕自己表現得不夠好 去隨著什麼床上的技巧 然後捏這裡愛那裡甜那裡的 好像在打什麼電動玩具 那你覺得這個東西叫做動交感神經 叫做生產副交感神經嗎 還有像男人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在他的性器官進入的地方之前 他自己不夠活氣 還要硬縮鋼管把它挺硬一點 真的知道吧 男生就知道了啊 不知道啊 就是你知道我在說的是什麼嗎 成天男生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那當你想要把他加緊一點 和他挺硬一點的時候 你動的是哪一邊的神經 以至於現在的男人 不管做了多少的愛 他做愛的過程 還是在繼續刺激他的交感神經 所以不管做多少 他那個內心的那個飢渴 沒有辦法真的環境 那中國人認為 真正的熱情是什麼東西 正牌的好性是什麼東西 就是要完全不動這些亂七八糟的這種 主動操作的這些信念 而讓身體自然完成熱情 這好比說中國人會說 但是昨天的米朝的這種啊 那房東祖民主他們會有樣講 就五制 五制這個東西啊 就是人一男一女啊 在這樣的很開心的 玩來玩去的過程裡面 漸漸漸漸會發生這個狀態 這個漸漸漸漸自然發生的東西 像植物發芽一樣 才是那個能量 才是真正的性能量 才是做了之後 人會變得健康的 比較身心又健康 比較平穩的那個性能量 而不是人用力 硬出來的性能量 那你從五制的這個徵兆 也會知道說 男人跟女人的性 的確是有故障的吸收 如果男人跟女人 如果能夠做到 這樣子的性來的話 那一定能都變得比較健康 因為這是一個 營養調和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說 像女人啊 我們中國人都會說 肝痛到眼睛對不對 然後皮呢 肌肉 肌肉四肢就是皮 然後腎呢 是主這個人的水分的代謝 對不對 然後這個肺呢 是跟人的呼吸有關聯 然後心是跟人的血液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 他說 一個男女之間的交和 一定要男人跟女人 都到達五制的時候 才交和 這個時候 男女的能量就很好的 互相調和跟增幅的現象發生 那女人的五制是什麼 他說 讓那個人呢 呼吸有點 我不敢發出那個 就是那種 交喘連連 就是那種 某一種呼吸聲出現的時候 你會知道他的肺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他的臉頰潮紅 代表他的心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他的眼睛看起來 特別有一種溫潤的 反光的角色 那女人真的發情到一個點的時候 他的眼神看起來很溫潤很溫潤的 水水 但那個時候代表乾氣的 然後 那個女生在 完全自主也不肺力的狀態 就會像個八爪一樣 他身體緊緊的纏繞 一直都把他四肢 這個脾氣 停到了 然後他的這個下體呢 會自動的比較開 很濕潤 這個 盛氣的到 就是要女人的五種特徵都到了 代表你的這個暖身 那你才可以 這才能夠做 否則對身體是好的 那男人的五制是什麼呢 男人的五制就是 男人的一個性器官對不對 那肝主筋 這個 這個 扇鼻筋的筋 就這個性器官 然後翹起來很有彈性 那個 代表他的肝氣到了 那紅通通的很有熱度 那個心氣到了 那看起來夠粗 肉很夠亮的 就是脾氣到了 然後 肺是主智節 應該是他的那個 呃 肺應該是 有一個的形狀 有一個的時間 就是 總而言之就是 男生的這個國旗的部分 裡面也可以劃分成 心肝脾肺腎 然後就是都到了 就是男人五制 女人五制的時候 交和 那那個 好像男人的能量 聚集在一個點 原能量從四面包過來 這樣子就是一種非常漂亮的 陰陽剛好又很強 這樣子 兩個人的能量 會交流得非常好 而 這樣子 會不會到 會不會到所謂 射精的這種性高潮流 很重要的 因為能夠到那樣 是身體的那個快樂 人心裡的平靜 都非常的夠 這樣子 你如果真的能夠 做到那樣一次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喔 可能很久很久都不會再想要做 因為身體很舒服 可是 現在的男女呢 幾乎都是 沒有人在管五制而已 就是亂做 你知道 就是什麼都 就電腦沒有開機 就忽然間 按這個牛 按這個牛 然後 把它當掉 所以 這是這樣的 而且 五制呢 也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的 副交感神經 確實伸展開 的一個現象 可是現在呢 比如說 男人 很用力的 用一些有意識的方法 讓自己硬起來 然後 他那樣的硬起來 是靠 交感神經力量 硬起來的 那真正的 副交感神經 要發展的時候 就一定會軟下去 所以他只能夠 趕快趁他沒有軟的時候 拼命給刺激 然後他結束掉 也就是 交感神經 轉換到 副交感神經的 主治出來之間 是有一個 互相反比例成 消長狀態的東西 那你一直要用 有意識的頭腦 用交感神經 去做這一整件事 你就永遠都會 以為 要到達五制之前 那個階段 是你 火起功能不良 兩位 因為 他是在 換一個 另外一個系統 所以現在 男人一天到晚都 譬如說 在交感神經的 那個世界裡面做愛 然後有一天到晚都怕自己 兩位 因為他一旦比較接近真實的性感 還一定接著 他這樣很可悲 然後就一直要停留在 就停留在一個不對的世界 偏偏讓自己維持那個硬度 然後 那不能維持很久 然後就 就捨了這樣 然後就不能分析 所以這是一個 關於性方面的整個邏輯的錯誤 所以 但是 但是 我就覺得 女性同胞聽人 回家能夠教訓你老同嗎 就是 應該教訓不動啦 但是 男性同胞聽人 就可能要有所反省 就是 因為這東西 關係到一個人的健康 關係很大的 那 那 另外 還有一個關係到一個 就是 中國人的仿佣服的術 可能 各有各的小技巧 我們姑且不細說 這邊有一個總體的原則 很重要 就是 在做愛的過程裡面 你要健康的話 一定要讓女人的高潮數 比男人多 就是 比如說 男人在射精以前 女人要先到達三次四次的高潮 這樣才會健康 就是一個 中醫的 養生的 最大公約數的正確 就是 歷代房中庫最大公約數的正確在這個地方 那 同學 大概還知道吧 就是 女人是有多數的性高潮的能力的 那 你要 怎麼做 才能夠讓女人有多數的性高潮呢 這個 如果你 因為男人真的知道怎麼樣 用副交感神經做愛 這件事其實不會很難發生 這好比說 男人用交感神經做愛的時候 好像是一個非常主動的我要掌控那個局面 對不對 相對的你用副交感神經做愛的時候啊 你的整個姿勢跟態度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會達到這個 就是 天下之道館他們講的那個 八億的那些姿勢 就是那個 但是真的要看那個 就是說 好比說 這個男生如果 真的用副交感神經做愛的話 很有可能 真正的可能 不是絕對啊 請各位注意 防中庫是一些原則 或是招數 同學不要隨便以為 用什麼招數 因為你只要 懷著用招數的心 你就是用交感神經在搞 就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你必須要做到真的沒有再玩招數才有用 所以 我就說這個地方 它之所以 意在言外 就是說 插出的這些東西都對 可是你如果把它當作一個招數來操作的話 就不會對 那 如果 好比說像 歷宗很多佛像 不至宗的 好像女人這樣子 跟男人面對面這樣抱的 對不對 被 被 被 在那個姿勢 如果男人是用副交感神經來做的話 其實 男人其實就好像是一個 抱在媽媽身上的時候來的小娃娃一樣 你有沒有知道那個姿勢 其實他的男生會很容易的 好像把 臉埋在那個姿勢的身上撒嬌一樣的姿勢 甚至 如果有英文講的話 會有一種 有點像是 英文我用那個字的 那個 Version 就有點好像崇拜對方的狀態而出來 有點好像他的心靈跟身體都 沉浮於對方的狀態出來 其實 如果能夠有 這樣子的心靈出來的話 女人接受到那個能量 而且要武智 對不對 女人的能量已經 包住男人 男人的能量在底下 這樣子 那要女方有多數的性高 多重的性高潮 不會難 但是你要 這些這些都要做到 那如果 女性確實到達了多重的性高潮了 然後男人最後才 然後 那 這樣子 確確實實 身體就會變好 就像 我們常常 有種學藝的朋友 有時候會 看一件事情 女人的身體 怎麼樣都耗不起來 我們私下人會講說 唉唷 如果她沒有跟她丈夫離婚 好 可能會耗得起 因為 那個 Sex的過程 對女人是很有幫助的 出竿解育 打中 也沒有那種過程 你要靠自己吃藥去挖 那種洋王 你知道嗎 就是 那個很重要的 那個 其實這件話 有些話 我不能夠講得太白 怕這女性紅包像你來捶我 其實 如果家裡面 泰文有時候會給丈夫一些臉色看 其實很可能代表那個丈夫在床上 真的很不開心 如果她真的讓她太太有爽到的話 其實非常給她的臉色 非常好多 就是 因為她覺得 人要我那麼快樂 你是我的恩人 她這樣會不會覺得 人要我那麼快樂 你是我的恩人 就兩個人見面總有 見面總有三分恩情在嗎 我也這麼可怕 我這樣的話 所以講得有點誇張 可是她性交不學 你知道她有一定的意義存在 就不要說 連床上都讓人家 她的儲然無味 就是 她覺得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像她那種 那種什麼 薄金的那種觀念 那種 就我們已經 那種神經神經的 變成這樣做愛 好像那個什麼 抓蛇一樣 抓蛇一樣 抓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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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她就上班 就是 Tools 處理 我 對 她做 др 就是只做到這一件小事情 男生就不會去 就是做到讓女生的性高潮 你做就不會去 那更何況有無視 有這個能量的交流 那那個才是 所以知道做愛的時候要如何用心 而那個如何用心就是沒有招數的招數 沒有招數 因為他這邊講到說八億 他就說 一個是他說第一個是稚氣 他說稚氣就是每天呢 就要每天你早上起來呢 做的時候呢 就要腿打得開開的 然後呢 腰背啊 腰要頂直 垂直地面 不要駝背 然後呼吸要調整 他說這樣子代表你平常有在練氣啊 你的身體的習慣於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因為呼吸調和人脊椎不躲背 這是一個氣能夠好好運行的一個架式 所以你要非常習慣於你的氣 能夠往更高層次發展的姿勢 好 但這個不是招式喔 這是一個好習慣 然後說 他說 他說 平常呢 吃東西的時候呢 就要什麼 過日子的時候 就要記得腰背 都不要駝背 因為駝背 你氣上不來 嘴巴很乾的 你要習慣讓你氣上的來 這樣嘴巴才會有口水 這是一個人比較痛的狀態 然後呢 他說 他說 知識 第三個知識是什麼呢 他說 一定呢 仙氣兩樂 教育為之 就會知識 就兩個人要像在玩一樣 兩個人都很開心 很有感覺才做 就像說你很事相 知識就是你要事相 不要在不對的時候亂來 就是這樣 所以男生對女生要有足夠的求偶活動 不能隨隨便便理所當然 好像那個 像我覺得 千萬 當然這話講的應該不會這樣 你不要覺得結婚證書 就是那種免費可以上房的票券 就是 就是要 你要每一次你都要好好的相信 在追求人家一樣的 來開始這段關係 你要怎樣引起對方的興趣 就要看功夫了 那 他說 回兒這個軟脊 然後細胸 那個呼吸成績 所以做的時候呢 不要讓你的肺是僵硬的 其實現在男生你看 做愛的時候 怎麼樣讓肺在僵硬裡 至於做完之後鬧腰痛啊 對不對 你是怎麼動你的肺的啊 然後軟綿綿的來啊 為什麼男生要那麼 那麼剛猛呢 然後呢 這叫蓄氣 他說 然後呢 做的時候呢 不要拼命衝撞 不要太快 叫做河墨 就是 因為這河墨還有一個例子 意思就是說兩個人要接吻啊 口水要都很夠 那有很充足的接吻 還有就是說 因為像現在 比如說很多人做愛的時候 根本就用保險套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保險套啊 摩擦得快一點 整個保險套乾掉 女人會不會燙到痛的 對不對 這極過關的有經驗吧 就這樣怎麼樣說 那其實 不要來這一套 就是他要 要很 很慢 要速度要慢一點 又要 又要彼此的血液管 有充分的液體分泌的機會啊 不要這樣把它擦乾掉 然後他說 出握令人起之 怒視之類激進 就是這個地方就是說 嗯 躺在那邊呢 好像是 要到啊 好 好像 就是要持久一點的意思啊 因為中間我不解釋 男子的 上面還不解釋啊 就是讓人比較持久一點 其實這個持久的要訣 就代表你剛剛用那個 真的副交感神經五致的做法 才用什麼持久啊 用交感神經的都很快啊 那 然後呢 最後呢要 接下來機器之後的代引 就要等到你的能量完全到了 才能夠 難認 難認這一方才能 才能設計啊 他說怒而捨之 怒而捨之的 注解本是這樣講 他說 要趁你的性器官 還沒有完全軟掉的時候 就抽出來 不要都已經軟在裡面 然後再滑出來 就是他 這個招呼到底幹嘛 我不知道啊 在醫學上面 我不知道這個意義在哪裡 那 所以這些好的這些東西 我 其實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整個大原則比較值得掌握 那可是他說 七損啊 他說 為之而極痛約內地啊 就是 如果你做這個事情 你的另外一半被你弄到不舒服 那他整個人的能量 都是關起來的對不對 他覺得不要你這樣子搞他 所以這樣子的能量 兩個人的能量交流就切斷了啊 他說 為之出汗約外氣 就是說你坐到全天毛孔大憨 這樣冷汗急冒 那全身都吃掉 那代表說 你已經 因為這樣很容易感冒對不對 就是 全部人的陽氣都散掉了 謝謝 謝謝